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6号于深圳召开了六大经济省份的工作会议 经济座谈会 那么他是在广东 在这个李希的陪同下 那么今年以来啊 李克强可以说这个我把它叫省长会吧 已经开了五场省长会 那么最近的一场是在福建 在7月7号在福建 那么再往之前是这个十万人大会 福建呢 那他就是关于这个东南沿海四省一市 所谓四省是江浙 山东 福建 江浙 广东 福建 加上海市 那么这一次呢 他是这个 上半年GDP排名前六的六个经济大省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四川和这个河南 这么六个经济大省 那么这六个经济大省呢 他有两个期待 一个呢 期待这六个大经济大省呢 能扛大梁 能挑大梁 用用挑担子 要撑起经济大盘 因为这个六个经济大省占全国的这个经济量的45% 同时呢 这个六个经济大省中间的四个沿海省份 就除去河南和四川 他们对中央净财政上缴贡献啊 是六成 是六成 那么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他一方面的希望这些大省能够撑住经济大盘 解决维持就业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他明确的 在讲话中明确的提出来 要什么呢 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就这四个沿海经济大省 广东 江浙和山东 要完成 我们知道在2022年 中共中央的这个政治局在7月28号开会 已经明确的放弃了5.5%的这个经济增长目标 这么一个东西 他怎么说呢 他有经济省份要永挑这个大梁 完了以后呢 有条件的要努力完成这个经济指标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经济增长指标完成不了 你现在要这个沿海的四大省完成这个财政上缴目标 这怎么 这怎么做 怎么做得到 啊 这怎么能做得到 因为不是物价上涨 是物价疲软啊 那么 他这个沿海是双重的这个 所谓雪上加霜啊 一个来讲呢 就是俄乌战争带来这个煤炭能源的价格飞涨啊 有这个像 受益省份啊 是山西 陕西 内蒙 新疆 这四个产媒大省 但是呢 对于沿海的啊 江浙 广东 山东来讲啊 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啊 以至于这个经常是拉闸限电啊 又是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干旱啊 过热的天气啊 经常拉闸限电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它的原材料成本很高 能源的成本很高啊 另外一个还有动态清零啊 不停的折腾啊 这习近平这个动态清零啊 能不能就封控了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地方财政啊 应该说是非常吃紧啊 非常吃紧的情况下 怎么完成啊 中央的这个财政上缴任务呢 尤其这四个大省啊 一方面是原材料上涨 它就是利润会减少吧 另外一个啊 这个原材料上涨是猛涨啊 另外一个就是还时不时的有这个 啊 封控措施啊 东台清零封控措施 打断这个产业链 供应链啊 那么这这两从情况下 那李克强给出的主意什么呢 就说你们现在的这个债啊 债的限额还没发发足啊 你们这个专项债还可以继续发啊 他是这种主意 那就感觉就说 呃 你钱不够 你发债 但是中央的这个给你下达的这个财政上缴的这个任务你要完成啊 那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就感觉是要借债上贡了吗 啊 要借债上贡了吗 哎刚好呢 在呃8月17号啊 中国国务院的这个财政部也发布了什么今年前七个月的一些经济数据啊 前七个月的啊 这个公共预算收入 全国啊 一般公共院收入啊 是这个十二万亿啊 十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一亿啊 那么按自然口径算呢 是下降了百分之九点二 因为他中间都要加一句什么呃 流底呃退税因素啊 还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五 可以不去考虑啊 这个话就相当于一个呃 如果没有会怎么样啊 如果没有就是增长啊 但实际上呢 是下降啊 是下降 因为你如果不我不去抵扣这个税的话 我估计啊 这个整个经经济系统都垮掉了啊 所以我们来看啊 他说的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 是下降了百分之九点二 那么其中呢 中央啊 啊 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五 五万七千四百四十一亿啊 那么按自然口径下降了百分之十二点九 那地方下降多少 百分之七点六 这看得出来是什么 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中央的这个收入啊 大减啊 减少的幅度比地方要厉害的多啊 所以地方的啊 这个一般公共预算的这个本级收入是六万七 六六万七七千亿啊 六万七千亿啊 那么这个平均下来是百分之十一啊 百分之呃 百分之九啊 平均下降还是百分之九 中央是下降了百分之十一点二 地方下降了百分之七点六啊 所以平均下来全国下降了九点二啊 九点二个百分点啊 九点二个百分点 那么这个公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 应该是包括了除了税收之外 还有一些杂项 比如说你这个国有资源的有偿使用收入啊 转移收入啊 事业费收入啊等等这些杂项 当然了 他这个税收是他的主体啊 那我们再看看税收啊 税收的这个是什么情况 全国税收的这个收入啊 是十万两千六百六十七亿啊 这个是下降了百分之十三啊 百分之十三点八 相当于百分之十四啊 相当于百分之十四啊 那非税收入呢 是增长了百分之十九点九啊 那么按自然口径算呢 就是国内的这个增值税啊 是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啊 那实际上呢 因为这一块呢 主要是退税造成 退税造成 其他的税种呢 都是略有增长 但是增值税是下跌比较大 综合算起来呢 就是增值税啊 是让税的大头 因为它是占整个全部税收的百分之六十啊 六十呢 是中央一半啊 中央得一半 在地方得一半啊 它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非分配的办法啊 但是你要不让不让这个税啊 不让这个税 可能这个经济运作就运作不起来了 这是收入的情况啊 收入情况我们能看出来呢 就是基本上啊 这个按按这个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啊 这是综合的都打进来的 这个情况下 它就全国降低了百分之九点二啊 而这个中央是十一点二 地方是七点六 这个是一个总的一个数字啊 总的一个数字 那么在支出方面呢 是有一个六点四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啊 比上年同期啊 就是比上年的前七个月 是增长了百分之六点四啊 地方呢 也是百分之六点四啊 中央也是百分之六点四啊 这是这么一个数字啊 那这么一个数字 一方面我们看到呢 就是啊 全国的这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百分之九点二 另外一方面支出呢 又增加了六点四啊 我不知道这两个数字能不能加 你要一加的话 这亏空就大了啊 一加了亏空大 应该是百分之十五啊 但是好像不应该这样加啊 那么那么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背景啊 这样一个条件下呢 可以说中央的日子呢 比地方还要难过啊 比地方还要难过 那么习这个习李克强呢 也是下决心啊 不放水啊 他反复强调没有搞大水漫灌 2020年都没有搞大水漫灌 那么这一次呢 他也是通过给政策的办法啊 就是鼓励地方发地方债啊 去募集资金啊 募集资金解决你的地方问题啊 中央没有钱给你啊 那么那么他是通过发债的这个办法 那发债是不是客观上 对于这个物价上涨 这个当然也是起这个作用 也是起这个作用啊 这个可以说 中央的这个财政的这个吃紧 地方财政相对也吃紧啊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啊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啊 习近平要这个沿海四省啊 给他这个 说难听一点 叫借贷上共啊 借贷这个 上缴上缴这个财政收入的这个任务啊 确实也有一点 这个政治性太强了吧 啊 就是因为他在他最后 第二任的最后一年啊 他也不想啊 给下一任的这个总理啊 给他一个太难办的一个开场啊 所以从这儿角度来讲的话呢 呃 是不是 这个总理的人选 应该已经确定好了啊 应该已经确定好了 会不会就是那个 啊 胡春华 啊 我们还 真的不敢铁嘴纲牙来讲啊 因为一切 皆有变数啊 只要这个 二十大不开啊 这些很多事情的变化 啊 我们都 啊 这个 不敢是去确定啊 就像这个李克强啊 本来就是 呃 这个按照总书记培养的 结果呢 中间杀出来一个习近平啊 杀出来一个习近平啊 就把他顶掉了 啊 那么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条消息呢 啊 就是这个 这个月呢 应该说 在美国啊 会有三波议员团啊 去访问台湾啊 一个是佩洛西 一个是这个 参议院的亚太小组的组长马基 啊 另外还有一拨人啊 正在准备中 那么除此之外呢 根据日媒啊 8月16号的报道呢 由日本的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啊 叫日华议员肯谈会啊 这个日华议员肯谈会 它是什么呢 叫中华民国啊 它是友台的机构啊 啊 对于中华民国是友好的啊 他这个会长呢 叫 古乌龟斯啊 他呢 要下周啊 他就要去访 访台了 而且呢 要和蔡英文总统这个会谈 在7月底的时候呢 日本的前防卫大臣 石破茂和现任的防卫大臣 冰啊 冰田静一啊 他们就带了一个日本的医院团 访问台湾和这个蔡英文见了面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 可以说啊 佩洛西啊 又 他的访台 等于提升了啊 这个各国啊 不管是英国的呀 或者说 立陶宛的呀 啊 日本呢 他鼓励了这些 议会啊 这议会的人 这个人士 访问 访问台湾啊 这在国际呃市国际事务中间呢 把台湾啊 成为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区域啊 对于这个台海的安全啊 也就提上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热度上 那么对于日本的这个 议员团访台呢 访台这么一个事件呢 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啊 叫做欧江安 他就说 他说台日双方 长期以来始终保持紧密交流啊 他实际上要把这件事呢 要给他弱化一下 他说每年 日华肯会肯谈会呢 都会啊 这个定期组团访台 那是在新冠疫情前呢 那么现在呢 这个疫情渐渐的 这个淡化去了啊 台日边境管制开始放松啊 这个友好 互访啊 逐渐恢复 这是正常现象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外界不要太惊讶 不要太炒作啊 他欢迎日本各界组团来 来台访问 各界呢 就是说是包括议会啊 是这么一个 就是要加深和 和台台湾的这个 和和日本的这种来往 另外一个呢 台湾驻日本的这个代表啊 谢长廷 这是非常资深的 这个民进党的领导人啊 那么他呢 在这个16号也投书啊 这个日媒 他说台日应该加强安全保障合作啊 没有邦交的台日之间啊 国会啊 议员之间的外交更是重要了啊 他说台湾与国际社会紧密连接 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啊 那么在文末呢 这个 谢长廷还说呢 今年呢 恰恰适逢中日建交50周年 这个中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也是台日断交50周年 台日断交什么 实际上就是中华民国了 为什么这个日本的这个议员团啊 他他不叫这个 不叫日台议员肯谈会呢 他叫日华议员肯谈会呢 他是一个历史啊 他就是 他跟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交往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 确确实实啊 现在民进党政府在刻意淡化中华民国的这个中国色彩啊 而要强化这个台湾啊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 你说中华民国在台湾 那是没问题的啊 因为你的这个治理啊 是覆盖台湾地区 但是你要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 这个理啊 是比较费劲啊 当然了 不管了 他谢长廷是这样说 他说台日没有正式的外贸关系啊 外交关系 因此呢 补足原本应是官方对话的议员啊 往来呢 更显重要 他说中国意图孤立台湾 台湾愈弱被侵犯的这个风险越高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台湾叫广交盟友啊 尤其是周边啊 尤其周边 台湾啊 澳大利亚啊 这个 美国呀 这个印度啊 啊 这个印太地区啊 好 今天这个节目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啊 在此感谢节目组组 不是啊 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 感谢